大家好,Tim哥 今天是1月24號 我們來看三則科技五報 本影片由傑昇通信贊助播出 我們看第一則 三星預計應該也是很快就會發表 除了旗艦級的S22系列以外 他們的旗艦平板Galaxy Tab S8系列 也沒有意外會一起發表 但最近的義大利亞馬遜 提前上架了 雖然已經緊急下架 但是照片跟相關資訊 已經被外媒截取 那產品這次外觀跟主要規格 全部都曝光了 那我當然是先講 它這次系列一概會有三台 那我先講最高規格的 三星Galaxy Tab S8 Ultra 它是用高通的處理器沒有意外 就是S8 Gen1 因為有14.6吋的超大螢幕 解析度2960x1848 然後瀏海內放置了兩組的相機 然後被HOME的雙相機 主相機是1300萬畫素 然後用什麼呢 Enjoy12的系統 然後它的電池容量是11200mAh的電池 重量來到728克 那你可以看到有S-Pen 而且它背後有磁吸的一個充電條 在一代亞馬遜上面 它賣的價格 Wi-Fi版開價呢 折合台幣好了 折合台幣呢 Wi-Fi版是36,400 5G版折合台幣是41,000 那還是等到時候可能 農曆的春節過後 如果有發表會 到時候會有正確的訊息 到時候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看第二則 隨著電子支付疫情 簡訊時間制 我們大家都每天都在用 手機掃QR Code的碼 那其實也是要小心注意什麼 駭客趁虛而入 美國FBI最近有一個文章 就說冒牌的QR碼 會盜取帳號密碼 或者是你的銀行存款 那FBI指出說 QR碼的技術本身是沒有駭 但駭客已經頻繁在利用這技術 例如串卡QR碼的數字連結 將用戶導向一些惡意網站 然後用時你去輸入什麼帳號密碼 獲得你的隱私資料 然後索取前財 另外呢 他也有可能在QR Code裡面 直入二億程式 入侵到你的手機 然後他就說 其實最常見的一個手法 就是透過二億連結的貼紙 然後覆蓋店家 然後提供那個電子支付的QR碼 讓我們進入了那個錯誤的連結 在毫無戒心的情況下 就有可能你會私下 把你自己的相關的秘密資料 變成駭客在使用 其實在去年6月我們1922 簡訊十連制就已經有傳出 有不孝人手調包 改為高額付費的簡訊 那藉其去詐騙利益 所以大家用戶 我們在傳統之前 注意一下收件是不是1922 或者是使用台灣社交距離台北通等APP 他只會讀取十連制 1922連結也不會對其他網站有反應 如果有的話 特別小心 講第三者之前 我先跟大家 先說聲抱歉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公司今年沒有福袋 因為非常多的粉絲又寫信或私訊來說 今年為什麼沒有買到我們的福袋 沒有啊 因為我們沒有出你當然買不到啊 那我們今年就是沒有福袋 所以明年會不會有 我們到時候 今年年底 我再來跟大家報告 不好意思 好我們來看第三者 蘋果的iPhone 它其實 每年主要推就是旗艦機型 那平均車價很高 但呢 有延調的那個數據就說 它除了 它是台灣市占率最高的手機品牌 不過呢 也有網友在討論說 在智慧型手機 有這種市場相當成熟 那有很多呢 多數的平價的 Enjoy的中機 入門手機 都可以提供 那為什麼要入手iPhone 對此呢 就有網友就說 其實iPhone有兩大優勢 第一個優勢就錄影功能 它足以的讓 專業導演呢 導演啊 因為我專業導演竟然指你耶 我不是專業 好好好 就是專業導演會拿來拍電影 然後呢 每一顆鏡頭都支援4K 60fps 那加上軟體跟資料處理器的深度結合 可以呢 再拍起來啊 把影像景深啊 即時的顯示HDR效果 會讓創作者呢 在第一次看到錄影的成品 切換鏡頭啊 變焦啊 也不會有延遲 防守這也相當優異 相比之下呢 他說 Enjoy的手機錄影 就是有時候呢 手機會過熱 所以他說如果 這網友直接講的 他說iPhone錄影 如果是10分的話 安卓目前只有6分 其實還好耶 我覺得 三星錄影也不錯啊 對不對 那第二個呢 他說iPhone的第二項優勢 就是 有不少網友認為手機的妥善率 怎麼說呢 因為他覺得出廠後比較穩定 而且呢 長池在運作下呢 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那有網友就說 他至今呢 還在用2015年 推出的iPhone 6s 那是目前呢 升級到最新的iOS15 也運作很順暢 而且他覺得iPhone的二手價 也很保值 所以呢 他就說 為什麼iPhone會 那麼多人買的原因啊 好 以上 有任何問題啊 在下面留言喔 我們今天晚上有影片 晚上見 拜拜 pedestal 炸功 我的天氣